我们先来上一下我们今天的 看起来好好吃的年糕哦 我们先把纸拿出来 相信网友看到我拿出食物来的时候 是嘴兴奋的时候 听到刚刚这么硬邦邦的这个理论啊 大家可能都觉得 该是吃年糕的时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年糕呢 来 一个是川川辣炒年糕 另外一个是 我好喜欢吃的起司辣炒年糕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热过了真的是蛮美味的 这个是由大直游镇川汉炒爸 提供的这个两份年糕哦 真的是在韩国的路边摊都会吃到 其实呢 川川辣炒年糕跟起司辣炒年糕 这是由大直游镇川汉炒爸赞助提供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为什么说这个年糕精神呢 是一个就是等于是 黏在一起的精神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大直游镇川提供的这个照片 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原本的这个照片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当然是外送的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原始呢是还有配饭 或者是一些泡菜来吃的 其实呢 应该这样讲呢 他们呢 这个共食的文化 其实吃过年糕的人都知道 年糕呢 如果是没有那个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加上 就是辣炒年糕这个辣味酱或是佐味的话呢 原味的年糕其实是比较清淡的 其实我在韩国有吃过 然后比较粘牙的 并且呢 不会有强烈的这个刺激的味道 那其实呢 韩国人呢 为什么一年之中呢都要吃年糕呢 而且在农历年纪是一定要吃年糕 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孔流的这个 这个演出的这个鬼怪的话呢 大家应该有记得他们这个 跟那个李洞旭两个人不是去买葱吗 去买说 啊 吃新的一年 一定要吃个年糕汤 这个时候金高安就出来要吃 啊 没有葱怎么不行呢 他们要煮的就是圆圆的年糕汤 那个年糕汤呢 其实呢 其实除了我们看到这个辣炒年糕 是大家在路边摊吃的这个 韩国的国民小食之外 大家可以进一下CG图 就是那个帐篷下面这个 这个辣炒年糕的这个CG图之外呢 其实呢 他们呢 很喜欢加上这个非常大的辣酱啊 这个是 哦 这是他们在 在这个做那个年糕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卖韩国 啊 这就是 我们看到了他们就是 我们每次去韩国的吃宵夜的时候 都会有一串的那个辣炒年糕就带走 因为真的是充满着那种 浓浓的这个辣味跟人情味 当然啊 提到的年糕 这个炒年糕啊 这个年糕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用这个叉子弄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年糕 怎么 看到这个年糕是不是觉得 哦 好想吃哦 对不对 大家已经快要肚子饿死了 这加上起司更是好吃 然后还有鱼板 这个就是韩国的路边坛 对 韩国这是由这个大纸流争传提供的 我现在已经很想吃了 对 但好像还没有开放主播可以吃这个 年糕在这个开这个 在现场吃哦 对 然后过年呢 其实我想先讲一下 除了这个 就是在路边坛的年糕之外 韩国的年糕在他们的地位哦 不输泡菜 怎么说呢 第一个是过年的时候 初一要吃年糕汤 因为呢 天地万物的都迎来新的开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哦 过年的时候呢 一定要吃年糕汤 因为呢 年糕汤就代表就是 导播的图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白色的年糕汤嘛 就是圆圆的这个白色的年糕汤 就是等于是那个 呃 我们在鬼怪里面看到 就是这一个 鬼怪里面其实有没有 他们放了这个海带 还有放一些肉 还有就是他们说的 一定要去买那个葱 大葱 他们不是两个人 就是在鬼怪跟那个阴间使者 两个人去买那个葱的画面 就是他们的圆糕汤 就切成圆 一片一片一片的 那象征什么呢 就是象征新年一定要再吃 这个白色的年糕汤 象征这个天地万物 都有这个新的开端 而且呢 这个年糕呢 又被称为这个天碎饼 所以家里的孩子呢 表示吃了年糕 就表示长大了一岁 就像我们吃这个过年的时候 要吃水饺食 台湾人要吃水饺食 一样的道理 那韩国人除了在过年的时候 吃年糕汤 也喜欢将在这一天 可以我们换一张CG图 就是他们在这一天也喜欢吃 这种长条的 这个长条的年糕吧 把它变成长条的 或者是年糕片 象征着这个年糕呢 有点像这个古代的铜钱啊 希望新的一年呢 柴圆滚滚的祝福 哦 真的是 我这个在我面前的 大炒年糕 真的是香得不得了 好 另外呢 还有呢 在什么时候要吃年糕呢 搬家的时候 邻居搬家的时候 要吃年糕 送邻居 呃 搬家的时候 要送邻居年糕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豆年糕 红豆年糕图可以出来吗 这个呢 是用年糕加红豆去做的 叫做红豆年糕 因为呢 据说呢 搬家要送邻居年糕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你是爱看韩剧的 这个 这个庆古朋友们 应该有看到 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是搬家之后 他们女主人 这户的女主人 就会做好蒸糕 这其实也叫 红豆年糕 红豆蒸糕啦 送给这个邻居们 因为呢 这个蒸糕呢 是用红豆跟糯米砂去 红豆砂跟糯米去做 切成方方正正 下面就是年糕 那呢 送的送给他们的原因 就是在韩国人的观念里面 红色呢 是因为搬家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那个鬼神进来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会鬼神跟过来 那鬼神呢 都害怕这个红色 这是红豆的颜色 所以呢 他们就用红豆粉跟红豆砂 来驱散鬼神 排除厄运 所以说韩国人在搬家之后呢 就会送给左邻右舍 这个红豆蒸糕 也就是红豆年糕的意思 一来呢 可以增进这个 所谓的邻居之间的情形 二来就是可以搬走 就是赶走这个搬家时的鬼神 保证以后啊 搬过来之后呢 能够顺顺利利 这个红豆蒸糕年糕 看起来真的好像很好吃 还有还有一个 一定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换一张图 重要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们待会可能 这个在抽奖的时候 可能会考的题目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大考的时候要吃什么 大家都知道吗 吃粽子 然后还有 因为吃粽子是包粽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还有吃什么呢 吃这个葱代表聪明 蒜代表会蒜 那韩国呢 韩国要吃什么呢 韩国吃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韩国的大考高考呢 一定要吃粽子 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是麦芽糖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一集介绍粽子 我们大家在讲 大考的时候要吃粽子 粽子的原因 这个是他们的粽子 他们的这个合格糕 就用粽子做的 因为呢 粽子呢 代表就是粽子 因为它很粘嘛 韩语呢 他们就说这个叫做合格糕 那就就可以预祝我们 就是可以拿到 只要吃这个粽子呢 就是可以代表 这个吃了糕呢 就能烤上的意思 第二个 就是粽子代表很粘 就是可以粽子 榜单的意思 所以大考的时候呢 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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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于是 就是在韩语里面呢 合格及格通过的意思呢 就是年高 年柱的意思 刚好有这个韩文的 这个同音的这个意思呢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考上了 年性很佳的合格高 包括就是对 对方考试成功美好的住院 比如说像是韩国的某个高点公司 还有一句这样的广告词哦 他说你绝对能考上 用韩文说 你绝对能考上 明显的绝对的 就是吃了这个糕 就表示你能考上 就是他们有出这个合格高 那当然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年上 就是年高因为年很年嘛 所以可以把你的这个榜单 年上 所以呢 基本上 为什么韩国人在 这个大考跟高考的时候 不吃粽子 而是要吃年高跟麦芽糖 当然啦 今天呢 由于这个 我们有看到现场 有这个好好吃的辣炒年高 跟穿穿 穿穿辣炒年高 对不对 一个是有加起司的 一个是有 没有加起司的 我们介绍这两道料理 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好吃呢 今天呢 就是要来抽 这一道 辣炒年高 是不是很幸福呢 起司辣炒年高 哎呀还有鱼板 本人水晶主播呢 是不能吃年高的 虽然我很喜欢 但我都会偷吃一口 因为我的胃比较不好 然后这个呢 是由大直流征船提供的 穿穿辣炒年高 那扫的部分呢 就是起司的部分 有人不喜欢吃起司的话 也是这个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年高 有鱼板 有没有 好好吃哦 好 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